你存檔的时候记得不要按存檔 就是按否 如果按4的话 很抱歉 你要按4 那你刚刚写的VBA还有聚集 那些程式全部都消失了 OK所以 之前有同学就存错了 按4然后交过来 里面东西都没有了 OK所以记得 这个地方特别小 按否 否的话记得浏览一下 然后选择的时候 记得选择启用聚集的活业部 OK 那理论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是没有显示副档名 如果有显示副档名的话 我看一下 你们其实也可以把那个副档名打开 副档名的话 其实是在资料夹 显示好像里面这边 就会有副档名 有没有 显示里面 你可以把那个副档名打勾 那打勾之后你会发现 如果是有 什么呢 有聚集的话是XLSM 它副档名是 后面的副档名 那如果是没有 程式的话是XLSM 所以差别是什么 差别是这个 一个是X 一个是M 当然我这边 我把它存一下 所以另存一下 所以存的时候记得 你把它浏览一下 然后那个副档名 会显示出来 请你改成这个 第二个 使用聚集的活业部 然后把它储存 这样才OK 如果你存错档 我跟各位讲 你那个程式就不会 因为它就 自动把 等于是把它删掉的道理 那最后当然有什么差别 就是说你将来 我把它那个图示 检视的图 把它放大 把它放成大图示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刚刚存应该是存在 存在这里 你会发现 其实如果是有聚集的话 这边有金汤 如果没有聚集的话 你会没有金汤 副档名的话 这边是XLSM 这个是XX 有没有 是M 它别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点 可能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是有聚集的话 下次打开的时候 它一定会出现 要不要启用内容 记得一定要按启用内容 这边有错误 有没有 启用内容一定要按下去 如果你没有按启用内容 你去执行这个按钮 它都会不让你执行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这个权限 所以这个一定要启用内容 按一下这个才可以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反正慢慢习惯 大概就是会有这些细节部分 可能要特别小心 今天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151这个做完 然后回去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 就是搜寻一下 开放资料 然后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开放资料里面 想要知道什么 到底台北市的窃盗案件 到底治安是好还是不好 那你会发现 如果我输入关键证窃盗 它会出现 第一个好像是汽车 是行车 还有什么 窃盗好像是全部的 但是我只要针对 什么呢 针对那个住宅的 那你可以找到里面有个住宅 马上在第几个 123456 第六个吧 你会发现 这个资料 其实就可以被下载下来 你会按这边有个CSV 那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是CSV的档 直接就可以用什么 用Excel把它打开 不过呢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会是乱码 为什么会是乱码 先去检视资料 可以看 如果是UTL8的话 那可能开起来 会是乱码 除非说它这个不是UTL8的话 那怎么知道会不会乱码 其实那你就直接把它下载之后 打开就知道了 这个把它做完 打开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会发现 它是UTL8 可是却不是乱码的话 那表示说呢 我们现在学校用的Excel 是最新的版本 最新的版本 它就不会是乱码 但是如果你假设 你回到家用 或者用你自己的笔件 打开之后发现乱码的话 那表示说你不是最新的版本 当然你想说 那是我要更新最新的版本 其实到底不是啦 如果假设你要解决刚刚的问题的话 还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把刚刚的这个 UTL8 就是说这个下载的档案 按右键 里面有一个什么 开启档案 你可以用记事本 你会发现用记事本来开 开启档要用记事本 打开之后的话呢 你把它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的话 怎么样可以让原来Excel 乱码并不是乱码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主要在哪里呢 在最下面这个编码的地方 因为记事本里面 另存新档的时候 它可以让你选择编码方式 要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UTL8改成最上面这个 ANSI 你把它改成ANSI之后 再存档 再用Excel来开 那就不会是乱码了 不会因为我们这边电脑刚好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不改也没关系啦 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原来把它存档的话 按4就可以了 那你再开的话 其实我们这边电脑是没怎么改变 但是如果做的版本的Excel 它就会从乱码变成不是乱码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原则上 我们就先讲到这 今天有个作业啦 你们回去再试试看 把今天的这个做完之后再上完就可以 那下一次 我们主要就是希望 把这个题目取得相关讯息 什么讯息 到底104年以后到110年之后 到底治安变好还是变不好 第二个的话呢 台北是哪一区的切担案件最多 第三个问题呢 台北是哪一条路上面的切担案件最多 那我怎么知道 资料都在这里 所以你要做点事情 最好是可以怎么 一键完成是最好的 只是要怎么做 下一站来看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哦 谢谢观看